Inpress表格制作 在这个单元我们要尝试制作表格 请各位先打开范例档 然后拉到第八张投影片 这里已经做好了一个标题 还有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是还没有完成的 但是已经输入好文字部分 那怎么样做出这个表格呢 我们先在投影片第八张 按新增投影片 好当我们新增一个投影片的时候呢 它的版面配置会和上一张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右侧栏它的属性 就只有一个标题而已 这个时候怎么样加入表格呢 我们到功能表这边按插入表格 好我们前一个例子是两栏系列 好我们这样就完成了插入一个表格 那颜色搭配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好 那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点选 好那我们先把输入文字的部分先跳过去 好我们看一下第八张 那输入好文字好之后呢 这个表格的大小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可以利用点选 我们可以利用点选表格外围变成一只手的时候点选 我们可以拉空置点 好把我们表格放大 好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 把全部的储存格选择起来 好改变文字的大小 还有文字的颜色 好那在文字在储存格的位置呢 它目前都是靠左边的 如果你需要变更 好例如 好全部选择起来 我可以按至中 好那我们这第一列就至中 好那其他位置不变 那你看一下它的文字上下并不是很对齐的 我们可以把文字部分全部选起来 好注意按滑鼠的右键 好当我们要尝试一个新的功能 或者是找不到功能表的时候 我们按滑鼠右键 你会发现有很多可以操作的部分 好我们看储存格 有个中间 好你会发现文字都在储存格的上下 的中间部分了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表格制作 这是一个方法 那还有一个方法 好我们先把第九章先删除 好我们从一样从第八章按新增头影片 好我们选择 版面配置是一个提标题名称 加上一个物件的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选中间这个小图案的左上角 插入表格 好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好确定 好之后一样选择颜色搭配 好你会发现它和第八章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表格出现的大小和位置不同 好看你喜欢用哪个方法制作表格 好这边一样你可以打入文字之后呢 去调整我们的表格的大小 好我们可以按全部选起来 按滑鼠的右键 我们选择列间隔相等 好所谓的列就是上下这样子叫列 好那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那各位参考一下 你喜欢用第一种方式 还是利用一个标题加一个物件 插入表格的方法制作表格 那这个单元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那请各位大家试试看